那些人和我 的交易是很困難的 我怎麼做的都不知道 23年前的訪問 骷髏拒絕夜來台北 問到宇大埃斯的緋聞 當時交往將近一年的兩人 卻因敬愛令無法承認 我看了那些新聞 首先是那些人很抱歉 因為男人或女人 那些人不太好 那些人和我 都不太好心情 那些人不太好心情 所以我們要遇到日常 那些人不太好心情 首先我們要遇到 要求情緒 但是那些人和我 的交易是很困難的 我怎麼做的都不知道 一語言不同為由回應 還強調不是大家想像的那種關係 過去提起大埃斯 只能被迫否認戀情 但二十年過去 如今的居君彥 不只光速求婚 還立馬飛到台灣 只能說大埃斯和居君彥 今天的這段戀情 折得這項偶像劇情結 完全樂總和寶寶 恭喜完全娛樂 YouTube訂閱 兩百萬 兩百萬 熟創電視與新媒體 並行的娛樂節目 YouTube頻道訂閱人次 突破兩百萬 是台灣地區前十大YouTube頻道 位居台灣電視節目類頻道冠軍 希望完全娛樂 多照顧娛樂天 然後大家也多照顧完全娛樂 謝謝完全娛樂對我的照顧 最及時 最豐富 最有趣 最不能錯過 完全娛樂 完全娛樂 觀眾與藝人 最新來的娛樂品牌 讓你無時無刻 完全娛樂